山不再高,有仙则明,水不再深,有龙则灵。 北京丰台广济医院有个经络疏通法, 它让无数的克罗恩病患者找到光明,走向健康。 吕冰,河南安阳人,克罗恩病两次手术后小肠仅剩两米, 身体极度虚弱,在被多家权威医院拒之门外后, 来到广济医院采用经络疏通法治疗两个月, 现恢复良好,特赠锦旗,仪表感谢。 好,谢谢,谢谢您,谢谢您。 这是表达一下我自己的心意, 感谢您和您所有医护人员对我们的照顾, 现在身体好多了,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,谢谢,谢谢。 好,祝你表达上方。 谢谢,谢谢,非常感谢,现在身体好多了, 都是你们三、四有医护人员的照顾。 吕冰不仅是为美女,还是为才女, 他特地为经络疏通法医护人员做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。 你们是春天的使者, 真诚地播撒爱的种苗, 你们是夏日清新的雨露, 滋润我们绽放绚烂的花朵, 你们如莹莹秋风,令我们神清气爽, 你们是冬日的暖阳, 呵护我们走过冰雪寒冬, 你们用最真诚的微笑, 唤醒了我们心中的迷茫, 你们用高超精湛的艺术, 为我们气质的疗伤, 你们用一颗颗挚爱的心灵, 为我们撑起了碧海蓝天, 让我们永宰希望。 总以为花期已过, 却不想还能独傲寒霜, 碾花微笑。 非常地感谢你们, 非常地感谢你们。 吕冰此次来巩固, 神清气爽, 首次向我们敞开心扉, 讲述了他这些年的致病经历。 这个病嘛, 要是说具体的时候, 因为咱们不知道是这个病, 要是从口腔溃养发现的话, 也就是六七年了, 完了刚开始呢, 就是一直是口腔溃养, 一直按着口腔溃养治疗的, 也来北京经常看, 但一直没看好, 后来就是13年的时候, 12年, 12年5月份的时候, 就是因为蓝尾农种, 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个手术, 做完手术以后, 当时医生化验, 也没有什么恶性肿瘤啊, 就是排除了以后, 我们就回家聊聊了, 但是到第二年, 就是2013年的时候, 3月份就开始肚子疼, 又包括胃衣一痛, 就一直按胃病之来的, 一直以为是胃病, 后来就一直没看好, 去我们首医院一直跑, 然后又去来北京, 也没看好, 来了以后, 又到8月份又做了一次手术, 还是因为肠道浓农种, 做了一次手术, 在天坛医院做的, 做完了以后, 我的那个手术主任呢, 就是说, 疑似克罗恩, 就让我们拿这个病理切片, 还有辣块, 还有第一次的手术的辣块, 去协和医院做了一个病理, 就是结果就是, 确诊了, 确诊了以后呢, 就是我们就在协和制呗, 在协和, 在天坛, 在有医院,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医院, 是吧, 就是手续抑制的, 但是看了以后, 就是吃西药, 吃激素, 吃美沙拉琴, 但是效果呢, 就不明显不说, 而且就是肚子上取了个包块, 写了包块以后做CT, 做彩钞, 做各项检查, 就那个硬块非常像石头一样, 很坚硬, 但是, 检查结果, 就是没有异常, 就检查不出来呗, 检查不出来, 然后就, 哎呀, 当时, 就是这么, 就是, 国家企的这些医院, 都把我拒之门外的时候, 哎呀, 心里很绝望, 真的很绝望, 后来呢, 就是在网上, 看了咱们家这家医院, 看咱们家这家医院以后, 就说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 真的是试试看的态度来的, 就觉得是走投无路了, 就是说, 就像抓着一根稻草一样, 就是来看的, 试试, 行不行去试一下, 对对对, 就是最后一博背, 然后就来, 来了以后, 就是康教授很肯定的, 接待了我以后, 把我这个病情收完以后, 就是很肯定的说, 我们能治好年龄, 这个包块可以能下去, 后来呢, 我就住下来了, 住下来就是, 咱们就是康教授, 还有就是所有的医护人员, 都非常的尽心尽责, 对我们这个患者, 都非常的好, 医术呢, 也非常的精湛, 就通过这个, 这个经过疏通法, 给我们通过一系列的, 按摩呀, 泡脚啊, 刮筛治疗, 各项治疗, 然后, 就是第一次来这儿, 住院住的就是, 四五十天的时候, 就这个变化就很明显, 就包块就慢慢慢慢消除了, 要当时那个包块硬的, 跟石头一样硬, 我知道, 您第一次摸, 很大的一个底盘, 对对对, 还是越往上走, 跟金灵塔去的, 上面还有一个尖, 摸着很硬, 对, 还起了水框, 非常好, 后来就是, 第一次来这儿, 住院住了67天, 就已经, 那个包块基本上就, 没用了, 然后呢, 饮食方面的, 也可以吃, 吃点流食啊, 什么的, 都挺好的的, 就回去, 就鞏鞏, 回去休养的一段, 回去休养, 这部休息了整整一百天, 又回来了, 回来了, 就是这一次来巩固一下, 就感觉效果挺不错的, 现在那个包块还有吗, 基本上就摸不到了, 基本上就摸不到了, 就是刀口还会隐隐的, 有些酸胀, 酸胀, 还是稍微有点不舒服, 对对对, 但是精神方面好了很多, 因为您也知道, 去年我走的时候呢, 就是还很没有力气, 对对对, 就是我自己拎个女包, 我都拎不动, 一点力气没有, 就做到这样, 跟您说三分钟的话, 就是我回家以后, 我们就是部门的领导, 去家里看望我, 三分钟我真的支持不住, 真的支撑不住, 说话就没力气, 气就根本就上不来, 但这一次您看我就是, 精神上来, 感觉都不错, 就包括就是病友, 就是去年来的时候, 就是这一次又遇到的病友, 都是我一看懂, 哎呦你精神这么好, 对, 就是我说, 刚来的时候我记得, 你很高个个子, 走到头着背, 对对对, 晚上抹到那种, 好像在那挪那种感觉, 对对对, 我就提不出来, 腿都抬不起来嘛, 对对, 这次一回来看着, 真正状态什么的, 真是都不错, 对对对, 自己就感觉就不一样, 自己感觉不一样, 坐在那儿, 跟大家聊天啊, 干什么呢, 哎, 这个心情也好, 什么的是吧, 跟同事的病友就是沟通啊, 很常沟通, 不一样了解, 都是这样, 真的, 大家就是真的看, 来到这儿就看到希望了, 都是到, 大家都是从各个地方, 不同的地方来的, 都是在大医院, 西医看不了, 嗯, 就是好像, 这就是最后一个人当早时的, 对对对, 就我们都是这样, 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, 这是大家的感受, 都是说, 我们在别的地儿都治不好, 大家就是很大的医院, 很著名的医生, 都把你拒之门外了, 就是把你给你拒出去了, 那种绝望, 就是没有生过这种病的人, 他们是理解不了的, 真的是理解不了的, 刚得这个病, 刚确诊的时候, 什么想法, 什么感觉, 不是, 刚刚是, 刚知道这个, 刚确诊是克罗恩, 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克罗恩, 什么是克罗恩, 然后我们在那个网上查资料, 才知道是这种肠道疾病, 就免疫, 就是从口腔到肛门, 所有的这个黏膜系统的这种疾病, 我才想起来, 是啊, 就是以前没有确诊的时候, 我口腔会有溃疡, 然后那个什么, 想着会有溃疡, 就免费淘腾溃疡也切除了, 然后肛门有溃疡也切除了, 做个手术也切除了, 但当时咱们不知道是这个病了, 就去年做第二次手术以后, 才知道是这个病, 才来了嘛, 刚得这病什么心态, 很黑暗, 对啊, 那当然, 那您说爸爸妈妈就是陪我去, 去协和医院, 去友谊医院, 这都是顶级的医院, 就是医生就是没有明确的答复, 就说你这个病看不了, 你这个病就是一杯子要吃药, 吃激素, 吃什么什么, 到最后不行, 打那个爱, 打那个什么, 什么雷克尔之类的什么什么的, 就是就是你, 意思就是说你会不会好过来, 就会越来越不好, 越来越不好, 最好的状态就是, 也是稳定的长期的吃激素, 这是就是你能稳定性, 如果你要是不好的话, 就是我越来越不好, 越来不好, 倒不会是就是一下子就死掉, 但是就是很折磨人的这个, 当你听到这个时候, 我觉得我认为我还很年轻, 我才四十岁, 我还很年轻, 是吧, 我以后的路还有, 还很长, 很长, 很长, 是吧, 但是就是就是这么最权威的一生, 跟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, 就是很委婉的就是拒绝你, 把你去这门外的时候, 那心里万两万两的, 真的, 压力很大, 对对对, 心情就是很凄凉的那种感觉, 就是来到这儿就是看到希望, 真的看到希望, 因为不是说, 别人怎么跟我说, 是我自己感受到的, 是我自己感觉到的, 你得过这个病, 你经历过那个过程, 所以你现在, 达到现在这种效果, 你的感受是最深的, 因为一步一步的, 你自己走过呢, 对对对对, 和说到现在这种状态, 也是不想看得到最不容易, 很满的, 就是非常感谢, 咱们的所有医护人, 真的, 咱们的医护人真不错, 不管是生活上, 还是就是, 就是这个医疗上, 对吗, 技术也精湛, 跟我们亲密按摩啊, 什么的, 都很尽心尽力的, 然后就是生活上, 非常对我们照顾, 我们真的很感谢, 就是我就想, 我代表患者, 还有患者下属, 对你感谢了, 应该的, 确实是, 因为天南海北的逃过来, 奔着我们过来, 到了我们的地方, 好像就是, 好多人就是, 这就是最后的希望了, 对, 所以我们只要来的更好, 我们都会去尽力, 尽力让他, 挥持健康, 统获教育, 是是是是, 我们已经有笑容了, 是吧, 是吧, 好, 我们就看到希望, 就逐步再走, 一步一步再好转, 对, 你要说, 一下子就好, 那也不可能, 那不可能, 就是肯定我们是有一个过, 对, 有一个过程, 这么严重的病, 肯定会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, 是吧, 但就是大家要, 就是要接受这个过程, 只要我们能看到希望, 是吧, 就看到看不到希望, 就现在我们看到希望,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就再走向好, 走出去, 是吧, 而且你这个好像就是, 中间耽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, 对, 你要是不做这两次手术, 或者做手术之前, 就能诊断你要过来, 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的,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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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我看到很多病人, 就是我们店友就是在聊天的时候, 就是人, 别人都比我, 没有走弯路, 就像我这号的就是走了弯路了, 是吧, 但是我也很满足, 虽然我走了弯路了, 但是现在我已经找到一条光明大道, 我走不上光明大道, 我就怕你就是说, 你走到很多弯路, 现在你还在迷茫, 对吧, 你还没有找到, 找到一条自己跟应该走的路, 对吧, 现在我找到了, 我就正确地往下走下去就好, 是吧, 认定是好, 对, 坚持就好, 对, 因为好多变号在这边治疗完以后, 恢复的都很理想, 你们那一批那个变号, 现在我跟他们联系的, 好几个恢复的都不错, 我们也都有联系, 大家都挺不错的, 都恢复的不错, 所以你这个呢, 就是比他们可能是稍微就是耽误了一点时间, 但是要是一步一步恢复起来, 坚持住, 我应该, 我感觉你应该以后, 以后应该是不错的, 肯定会好, 至少比西医那块要强的多, 肯定会好, 咱们一步一步把西医药降过来, 把它剪掉, 晚上你体质慢慢提升了之后, 感觉以后你以后生活要工作, 应该是不是特别大的, 是, 我有信心, 真的我有信心, 我就看到病友的, 每个病友的都在变化, 都在自己的基础上变化, 是吧, 但大家不能说, 我比谁谁谁谁强, 应该是说, 我比我以前强, 是吧, 你只要因为每个人的病情, 病况都不一样, 对吧, 我只要比, 我今天的我比昨天的强, 明天的我比今天的强, 对吧, 那我就肯定会好, 是吧, 但我不能说, 人家病整个两天就好了, 我这病一个礼拜还好, 但人家基础不一样, 对吧, 病情不一样, 世界藏短也不一样, 对对对对, 所以我就我前提, 哎, 我就觉得, 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好, 哎呀, 我挺好, 是吧, 好, 我这次这个礼拜, 哎呦, 吃了多东西, 哎呦, 不舒服, 没有不舒服, 然后吃也多了, 又胖了二斤, 这个礼拜, 哎呦, 我胖了两斤, 不错, 昨天我蹭了头, 我说, 我蹭了头, 我问我妈, 我问我妈, 我胖了二斤, 把这些好消息都给我老公, 还有我家里也说, 哎, 这么高兴, 都去了这么长, 这一段时间去胖耳瘤, 是啊, 这个硬块呢, 它分岩性包裹跟非岩性包裹, 一般呢, 非岩性包裹是由经络堵塞导致的, 就跟吕冰一样, 吕冰呢, 经过我们的检查呢, 他是韧脉跟胃精, 以及后背的膀胱精堵塞比较厉害, 因为他得病时间比较长, 又动过手术, 加重了他的经络堵塞的程度, 所以他的包裹性质呢,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坚硬的, 有的时候用针就针, 都扎不进去, 我们这个方法呢, 叫经络疏通法, 它主要包括呢, 药育腿足啊, 中医的特色推拿呀, 局部穴位敷药贴药啊, 包括局部擦药酒, 主要目的呢, 就是为了疏通他的经络, 打通他的包裹, 据有关资料报道, 克罗恩病发病率上升至十万分之二十, 手术复发率半年到三年间几乎是百分之百, 这一个个数字, 让克罗恩病人及家属恐慌茫然, 当你被最权威的医院拒之门外, 当你被著名的医生告知, 克罗恩病不能治好, 只能维持活越来越坏, 当你拖着越来越差的身体, 却还要在吃药、激素、泪克、手术, 这类似毒品大烟的疗法中抉择, 当你恐惧、绝望、无奈、孤独, 不知如何是好时, 其实身边还有另一条路, 经络疏通法, 一条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克罗恩病康复大道就在身边。